反正不管怎么说明天早上交稿 OK 你应该说些撒绿 然后我说撒撒绿 好吧行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我们讲豪华运动表 从被专家诟病到一表难求 我们又讲豪华运动表的造型密码是什么 皇家橡树诞生有什么曲折故事 今年是皇家橡树诞生50周年 皇家橡树是豪华运动表的B组 豪华运动表跟工具运动表根本区别在哪里呢 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整体式设计 用人话解释就是手镯化设计 所以设计一款运动表 如果是手镯化 你就站对了赛道了 所谓整体式设计 原文是Integral Design 指的是把手表的表壳练带 当作一个整体的设计手法 在设计上 表壳 表耳 练带 不再明显区分 都被纳入一个整体 一步到位 一键三连 除了整体式设计 还有一个杀手锏 这招用在了后来的豪华运动表上 比如百代斐力的鹦鹉罗 万国的工程师 甚至是劳力士舍 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到 用这招设计出来的万表 可以说屡试不爽 但这招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说实话 我真的还没想好 黄家橡树和鹦鹉罗的成功 要归功于一个明星设计师 尊达 但也产生了光环效应 凡是采用这种设计的表 这两年都火了 也出现了一个误区 凡是好卖的表 都是尊达设计的 甚至给尊达 按了一个徒弟 万表流行力 不但让你知其然 还要告诉你 所以然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帮你提炼出 整体式设计的特征 举一反三 找到这些特征的表 在这方面做的最棒的 非语博莫属 为什么是语博 这里也有一八卦 我希望有时间给大家讲到 给你讲个内幕吧 看看豪华运动表 从诞生到流行 经历了多少曲折和奇闻异事 话说 艾比的皇家像术 就是50年前 在巴塞尔表展亮相的 当时业界所谓的专家 都暗自偷笑 心说艾比出了个这玩意儿 有的品牌甚至觉得 嗯 我们又少了一个对手 50年前啊 国内还处于买到一块上海牌手表 就谢天谢地的状态 所以轮不到喷子去喷人家皇家像术 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复购率 必须说明一下 所谓的万表收藏 仅仅是发生在70年代以后 也就是说 在此之前 人们买一块表且戴着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复购 就更懵提收藏了 小众高端表 甭管是AP还是PP 市场已经饱和 必须寻找增量客户 艾比就跟当年的SSIH签了合作协议 也就是拓展了销售渠道 说SSIH你可能不知道啊 但斯沃奇集团你知道吧 SSIH就是斯沃奇集团的前身 SSIH在意大利的经销商跟艾比的总经理 当年还不叫CEO啊 董事总经理 说你得出一款运动表 要大支的 艾比总经理点头说 好吧好吧 其实根本就没当回事 心说动不动就让我出这出那的 要真有本事 把我们家现在的表多卖几块再说啊 这是1970年 日本的实用表又准又便宜 而且造型还特时尚 加上瑞朗升值 全瑞士的出口都下滑了 那时候高端瑞士表 清一色的都是古典配置啊 搭配正装用的 可以很复杂很秀气 但不适合运动 硬汉派大肘子斯瓦辛格 史太龙要是戈内年元 也得带这路货 当时市场上也有运动表 比如老黎士啊 欧米加给探险家啊 潜水员做的表 他们被制造的根本意义 就是服务于专业运动本身 当时人家也没当高级表卖 总经理没理着茬 但是到了1971年巴塞尔表展 插入一句啊 巴塞尔表展当时是最大的表展 没有之一 眼看着巴塞尔表展了 总经理想 马上要跟经销商开会了 上次说的运动表还没影呢 怎么跟经销商交代啊 他想到一个人 在Universal打工 小伙特有才 23岁那年就给SAS设计了一款表 叫Paul Router 卖得特别好 然后就兼职接单设计手表了 这个小伙子就是 G-H-R 尊塔 说到这个尊塔呀 我们万表流行力 从非官方渠道 获得了一段电话录音 给大家播放一下啊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看看这东西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 SALUT J-H-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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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Universal那儿干得还行吗 听说百大法力 把你们给收了 收是收了 但他们只想要我们在北美的销售权 对Universal没什么兴趣 不管怎么说吧 PB还是比我们有钱 我们是跟SHS合作来扩大销路的 不过无所谓了 我已经注册了我自己的公司了 以后接你们活儿 我可以给你开灯水发票 好 那说正题啊 你再给我们设计一款表 要运动表 要防水 钢壳的 还有大支的那种 我设计是可以 安心的先给我钱 为什么呀 别打扰我设计完了 你说我设计的是实用表 我不管你设计像实用表 还是iWatch 我觉得吧 现在有一种潮流趋势很受欢迎 这种趋势啊 也出现了部分实用表上 我是被商闹了 前几天在保禄华干的时候 给他们设计了一款表 我觉得很运动 造型也不错 应该会大卖 可惜让上次误弊了 孙大 你给我们设计那么多表 哪个没按时给你钱呀 这个你就放心吧 那行吧 你什么要啊 不急 明日早上给我就行 霍德哥 现在都已经下午4点了 学一汉 你不是说你在保禄华的时候 设计那款表 让上次给毙了吗 那个 你给我们设计那款表吧 嗯 就可以 啊 你懂了吧 那 当然了 我们AP做的表 能跟保禄华一样吗 怎么着也给 超薄机心吧 怎么着也给外观打磨打磨吧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明天早晨交稿 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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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71年啊 巴塞尔表展开幕的前一天 孙大干了一晚上 第二天交卷了 他的设计灵感 据他自己说啊 是来自童年看到过的潜水源头盔 目镜法兰上有螺丝镜 总经理把草图给经销商们一看 率先提议做这个表的那个意大利经销商啊 大呼 哇塞 我订400只 但是其他经销商就没那么大胆 不过总共加起来也订了700只 艾比呢就根据这个决定排产1000只 总经理心说 SSI这是不一样啊 一个新款就能订几百只 当时艾比的表啊 上100只的就算厂量大的了 这个订单相当于过去好几款表的组合哎 总经理当晚请客 特意加了几道菜 新款的高端运动表眼看就要诞生了 但回到厂里情况不一样了 总经理为了皇家像书诞生 通关打怪多少回 经历了多少曲折 我们下次接着讲 记得一键三连啊 留言互动 下次见